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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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过年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就是由谢赞神开始的 为什么要谢赞神呢? 传说呢赞神在腊月23 24或者25呢就会回到天上去禀告你家人今年是否做错了事情 以及呢你在这一年里的功德 赞神呢他是家神是上天派来监视这一家人的平日里所做的散恶 每年的睡末呢他们都会上天去报告你这一家人在这一年的好和坏 所以呢这一天呢最好呢你就要去送送赞神 意思呢就是多谢赞神也希望讨好他 让他来为你说一些好话 那基本上呢这一天呢最好是在早上的即时 也就是9点到11点之间呢能够在你家的厨房的灶台上或者是平时切菜的那个地方呢摆上一叠 能够摆上一叠糖果然后摆上一些酒 如果家里有小蜡烛的或者是香的可以点上一只香或者是一个小蜡烛 没有香的可以用小蜡烛 然后呢就感谢赞神让他们上天为你家说好话 用酒送送他然后呢他喝多了嘴甜了自然就会帮你家说好话 那来年呢你们家就会更加的顺利 还有就是第二个日子那就是1月28日 这个叫做喜邋遢的日子 那因为今年的1月28日呢是凶日 所以呢很多时候很多朋友不能够把握什么时候是即时 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呢可以在1月29日 也就是星期六做的这件事情 29呢是有解神急心在一切的凶煞呢都可以化解 那最好呢是在早上的9点到11点开始打扫除 要记得哦这一天呢一定要将家里打扫一遍 有句话所谓财不入屋门 财富呢是不会到堆满垃圾和灰尘的地方 那今年呢2022年的财位是在东北方西北方还有正北方和正南方 这四个方向呢一切的杂物你都要把它移走 特别呢是要非常用心的去清洁它来迎接你们家的财神 如果你要贴对联呢那最好也是在这四个方位选择一个 最后一个日子呢当然就是大年三十了 这一天呢是大吉日 我们如果早到及时开饭呢那就是最有利于来年的 所以呢最好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到7点开始吃饭 饭桌上呢最好呢要有12道菜也可以包括汤水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如果我家没有这么多人准备12道太浪费了 但你可以用很小叠一叠一叠啊你分成12叠嘛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品种小叠一点 很多人就说我们家呃人很少啊吃12个太浪费了 那我请问你这一年中你有多少没有浪费的 你难道就在乎这一碗吗 而且没有说让你12盘都得盆满博满的 你可以用小叠用12叠不同的品种对不对 分量小味道多嘛 要知道12这个数字呢是天数也就是宇宙的密码 记住了这12个菜呢可以包括汤水 而且这12呢是代表一年中的12个月 那最好呢就算没有12个也最好准备双数不要单数 你实在实在实在不想要12 但请你千万不要年夜饭呢做单数的菜 因为在风水上单数代表着孤寡 你当然不希望来年呢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特别是在这种特别的时期 好那以上三个日子呢就是在过年前一个礼拜 特别重要的日子 希望你可以把握好时机 为来年创造更多的丰收 好我们下回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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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